6月8日第14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明泽在致辞时表示 金融业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热诚欢迎经营稳健资质优良的外资企业来华展业 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金融业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近年来金融领域先后推出50多桥开放措施 取消了外资足笔限制 大幅减少了外资准入数量型门槛 一批开放实力先后落地 李明泽说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 两者共生共荣 将紧抓恢复和扩大有效需求这一关键 持续优化和改善金融服务 李明泽强调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 是当前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全面强化机构监管 行为监管 功能监管 穿透式监管 持续监管 切实提升监管的前瞻性 精准性 有效性和协同性 李明泽指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近期国际银行业接连发生风险事件 虽然对我国直接冲击很小 但也有很强的 仅是以下考风险前瞻防控的先手期 以更加主动的态度 应对各类风险隐患 目前 我国金融业运行 整体平稳 风险 总体可控 我们完全有条件 有信心 有能力 守牢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李云泽表示 将以自身机构改革为契机 切实转变职能 提升效能 改进作风 挑起监管重担 持续优化制度供给 积极推动法律法规 立改废势 与时俱进完善审慎监管规则 该管的坚决管住 该放的有序放开 切实促进金融业 稳定健康发展